哈喽哈喽,我是嘟嘞 今天来做简单的桌面变迁夹 先在卡纸上画出一个小图案 画好后在另一面贴上双面胶裁剪 贴在胶片上 这里我用的是厚一点的文件袋材料 图案的这个面再贴上双面胶 同样再贴上一层胶片 这一边贴胶的位置压一压压实 然后沿图案裁剪 注意底部留出两条边边 将边边向两边折叠 这里来做一个圆形的底座 卡纸上先画出形状贴在胶片上 剪出两个同样大小的圆形 其中一个放一旁备用 沿我们前面画的形状做标记 抠出一条缝隙 图案留出的两边卡在缝隙里 用双面胶固定 再粘贴另一个圆形 反面贴上小夹子就完成了 既可以当做变迁夹 还可以当做一个桌面小摆件 如果没有胶片的话 可以直接用卡纸来做 画上图案后多粘贴两层卡纸增加厚度 太薄的话图案立不住容易倒 有透明胶还可以在两边贴上一层透明胶 再将图案剪下来 直接固定在底座上 板面贴上夹子 完成